晚间新闻由奔赴赞助播出 新年一时即彰显不凡格调 更有醒目红色兔年礼盒精美包装 奔赴 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北美三天极落三个不明飞行物 超级杯 看萨斯酋长队夺冠 土序地震超37000人死亡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2月13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郁星伦 过去的三天内 北美上空击落了三个不明飞行物 官员透露其中至少有两个 搭载了一定量的物体 但究竟其内容为何 或是从哪个国家而来 都尚不确定 反倒是中国外交部 在今天指责美国称 过去一年有10颗 美国的气球入侵 三天来 美国在北美上空 击落了三个飞行物体 而这一切的起因 都源于上周末的 一个中国监视气球 在南卡罗赖纳州海岸 遭到击坠 上周五 美军的F-22战斗机 在阿拉斯加领空 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到了周六 一样的飞行物出现在了 加拿大北部 也再次遭到击落 周日下午 第三个高空物体 在密歇根赫伦湖附近 遭到发现 随后也第三次被美军击落 情报部门表示 这些物体内没有载人 似乎也没有推进能力 击落之后 也都没有对地面上的人群 构成威胁 随着越来越多飞行物的出现 也让美国当局 开始加强他们 对于低层空域的安全关注 中国方面则在今天声称 自2020年1月以来 美国未经北京许可 十多次将间谍气球 送往中国领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声称 美国的气球 非法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 很常见 美军利用军舰和飞机 收集中国的情报 达到657次 汪文斌还将美国称之为 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惯犯 和监控帝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 则在今天回应称 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上周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 交界处的强症 已经过去了一周 现场还有大量的 救援工作人在进行中 而官方通报的不幸 罹难人数 已经超过了三万七千人 而专家预测 最终的死亡数字 可能还会继续攀升 土耳其和叙利亚遭遇强规模 7.8级的地震至今 已经过去了一周 罹难人数已经突破了 三万六千人 尽管发现生还者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但各国的救援人员 仍不愿放弃 而专家还表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终的死亡数据 还会继续攀升 俄罗斯联邦紧急状况部表示 地震发生在约160小时后 来自俄国杰尔吉斯坦 和白俄罗斯的救援队 昨天从土耳其的一栋倒塌 俄罗斯联邦紧急状况部 在社群媒体发文说 救援队花了四个小时 才把男子从瓦砾中救出 根据发文随附的影片 可见救援人员 从废墟中抬出一名男子 土耳其南部的城市 安塔吉亚市 是受创伤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市中心的商店老板 昨天将店内架上的货品清空 以避免遭到打牒 当地居民和来自 其他城市的志愿者都表示 治安状况正在恶化 到处都传出店家倒塌 和防射遭到洗劫的消息 截至到目前 土耳强阵已经位列 本世纪死伤人数排名第六的天灾 第五名是2005年的巴基斯坦强阵 造成了至少73000人死亡 据报道 昨天在土耳其还有一对妇女 一名幼童 以及一名十岁的幸运女孩都获救 她们都在废墟下 至少被掩埋了超过150个小时 最长的达到170小时 这也不得不说 是世界救援史上的奇迹 疾控中心今天发布了一组最新数据 其中显示近年来 美国青少年的暴力 抑郁自杀风险创历史新高 其中女孩的心理疾病问题最为严重 接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青少年 曾有想过自杀的想法或行为 CDC的首席医疗官 也希望能唤起家长和学校的重视 疾控中心在今天发布了 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的 第一个青少年心理疾病分析报告 调查发现在所有的青少年中 心理健康所引发的冲突 暴力以及自杀的想法和行为 越来越多 超过40%的高中生表示 目前感受到了绝望或者悲伤 而这种感觉使他们在一年中 至少有两周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 其中女孩的情况普遍比男孩更差 而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是对自己 性向有疑问的青少年中 也存在着持续和极端的痛苦 有57%的少女在2021年时 感到持续的悲伤或绝望 少年的比例则是29% 此外其中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女性 认真思考过自杀的可能 这两个比例在过去10年中都急剧上升 52%的LGBTQ学生也经历了心理健康问题 超过五分之一的学生在过去一年中试图自杀 CDC的首席医疗官兼项目和科学部副主任 德布拉·霍利博士说 这一数据显示了一副令人痛心的画面 美国的少女们正在被悲伤和暴力所吞噬 相比于以往 提高和进步的方面屈指可数 包括危险性行为 药物使用和校园霸凌的数字有所下降 但根据CDC的报告 大多数其他指标明显恶化 其中还有数据显示 因为安全问题而不敢去上学的青少年比例 遭遇性暴力的少女和遭遇电子霸凌的男性比例也有所增加 18%的少女表示自己过去一年中遭遇过性暴力 14%的少女表示自己曾经被迫发生过性行为 CDC还呼吁国会采取行动 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 并强调定期进行心理健康对话的重要性 霍利博士也在最后补充说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可预防的 当我们展望年轻人的未来时 理应是充满希望而不是令人心碎 北约警告 恶物之战再次打向 休息过后来看火急新闻 北约秘书长今天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丝毫没有和谈的迹象 而且俄军的新一轮攻势已经开始 美国驻莫斯克大使馆也在今天紧急发文 要求该地区的所有美国公民立刻回国 避免遭到非法逮捕 俄乌战争已经快接近一年 但今天北约秘书长 严斯·史托登伯格表示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已经开始 几个月以来 俄罗斯军队就一直在乌克兰东部进行骚扰 试图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或者城市 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敦涅茨克地区饱受摧残的巴赫木特使 英国的情报部门还估计 俄罗斯在过去一周内每天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百人 但俄罗斯军队依旧在扎波罗热和卢干斯克地区 建造防御性攻势 部署战斗人员 如今新一轮的战斗即将打响 美国驻莫斯克大使馆也发出公告 出于对战争以及被俄罗斯执法机构任意逮捕的风险 要求正在俄罗斯居住或旅游的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俄罗斯 并呼吁美国旅客不要前往该地 大使馆表示 俄罗斯的安全部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美国公民 并且拒绝给予他们公开和透明的审判 而且经常会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将他们定罪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上个月就对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 提出了刑事诉讼 除此之外 有关于乌克兰军人被限制使用SpaceX的星链技术 该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则在今天回应称 限制星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会导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马斯克承认 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前线的通信至关重要 但SpaceX的成立之初就从未计划将星链用于军事目的 但批评者认为 马斯克此举就等于是向莫斯科投降 但目前来说 根据SpaceX的官方声明 为了避免双方的冲突升级 他们将会限制乌克兰将星链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土序边境强阵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七千人 专家预测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六万人 人们在悲痛的同时 质疑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建筑的不堪一击 土耳其逮捕了一批建筑承包商 他们被指控要为地震中的一些建筑倒塌负责 土耳其司法部长伯斯达格表示 目前有131人正在接受调查 他们被指建造了未能抵御地震的劣质建筑物 虽然地震威力巨大 但许多土耳其人指责 建筑缺陷加剧了破坏程度 两名建筑商在加齐安泰普省被捕 原因是他们涉嫌在一栋倒塌的建筑中 砍倒柱子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位于阿达纳社区一栋16层公寓楼被摧毁 该大楼一共有32套公寓 只有一名老年人在地震当中幸存 哈桑阿尔帕金是该公寓的建筑承包商 地震发生之后 他立即逃往了北塞普路斯 最终阿尔帕金在北塞普路斯被逮捕 据介绍 阿尔帕金还试图从土耳其 转移99万美元 89万欧元 50万土耳其里拉的财产 并试图在国外购买公寓 周日 两名被认为对阿迪亚曼 几座倒塌建筑负有责任的承包商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被捕 当时他们正试图离开土耳其 土耳其司法部宣布成立地震犯罪调查局 以确定在这次地震中 负有责任的承包商和其他建筑工程负责人 同时收集证据 指导包括建筑师 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在内的专家 并检查建筑许可证和占用许可证 此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承认 在地震发生初期 政府没有及时展开有效行动 导致救援进展缓慢 他的政府还受到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拖累 将在5月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 当地时间12日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 于11日下令击落出现在预空地区的不明物体 并与拜登总统进行了通话 共同确认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维护共享的北美领空主权 特鲁多当天在社交网站声称 他命令一架美军F-22战机 击落了一个飞入加拿大领空的不明飞行物 特鲁多表示 我下令击落了一个侵犯加拿大领空的不明物体 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预空地区上空击落了该物体 加拿大和美国的战机紧急升空 美国一架F-22战斗机开火成功将它击落 特鲁多又表示 已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加拿大军方会回收及分析飞行物的残骸 他又感谢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北美的监察行动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则拒绝推测该物体的来源 他透露说该物体是圆柱形的 阿南德还说 圆柱形飞行物在4万英尺高空飞行 对民用空中交通构成了威胁 该飞行物在美东时间3点41分被击落 美国五角大楼则宣称 北美防空司令部于当地时间10日晚上 在阿拉斯加上空首次发现了这个物体 两架美军F-22战斗机对其进行了监视 在物体进入加拿大领空之后 加方的巡逻机也加入了监视的编队 经两国协调美军F-22战斗机最后使用 响尾蛇导弹击落了这一不明物体 FBI将与加拿大皇家骑警保持密线合作 针对10日至12日 美国军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击落三个物体的来源 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 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他不排除这些物体来源的任何可能性 包括它们可能来自外星或者是地外文明 范赫克还表示 官员们不知道最近几天 这些被击落的物体来自哪个国家 这与美国军方此前击落的中国无人飞艇不同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IRS周末公布了包括加州在内的17个州的中产阶级退税 以及福利性补贴 不需要再缴纳联邦税 随着今年的报税即开始 越来越多的税务问题被关注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中心近日 邀请了专家举办税务线上讲座 分享了今年退税的新政策 国税局10日发布指导文件 在2022年的纳税申报中 加州纳税人无需申报加州中产阶级退税 这意味着加州中产阶级退税将无需缴纳联邦税 据悉自去年10月底起 不少加州民众收到了由加州税务局发放的 200元至1050元不等的中产阶级退税 但对于这部分收入 联邦国税局一直未明确表态 但本次国税局则发布了 关于州赋税的指南中明确表示 如果收入来源常规福利和灾情救济金 则可以从联邦的国税征收范围中被排除 民众则无需申报这些款项 加州的中产阶级退税就属于其中之一 根据此前发布的消息 今年的退税预计与上年度减少于10%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部分在特殊经济环境下 暂时提供的税务优惠已经于2022年取消 因此纳税人今年的退款税额中将不包含这部分税务优惠 国税局在多语言服务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 大部分常用的税务表格如今已经被翻译成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西班牙语、韩语等语言 所有免费电话线路都可以提供超过350种语言服务 纳税人可以预约解决任何问题 无论是设立分期付款计划或咨询一般税务问题 都可以咨询这些服务部门 尽管连续三年的疫情引发的热点话题已经逐渐淡去 但因为疫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越演越烈 行动反仇恨联盟日前邀请专家召开线上研讨会 讨论了如何制止这些不断发生的犯罪行为 由联邦、加州、洛杉矶县及地方警政执法高层 组成的反仇恨行动联盟近日举行线上圆桌会议 讨论愈演愈烈的仇恨犯罪现况以及解决方案 部分与会者认为 近年法律对仇恨犯罪的定义较为模糊和裁量较为宽松 导致仇恨犯罪甚嚣尘上 尤其是一些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令人发指 部分执法人员认为 每个人随身携带的手机也是阻止仇恨犯罪 并为警方提供有效线索的有力武器 但同时提醒民众在拍摄犯罪现场时 要注意自己的人事安全尽可能的及时报警 帮助受害人 执法人员也提醒民众使用手机拍摄犯罪现场时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避免因拍摄而反当成被攻击的目标 而及时报警帮助受害人也同样重要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2月13号 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在上周收跌之后 周一美股是反弹走高的 投资人在关注与等待的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还有零售销售等重要数据 在本周公布来判断通胀状况 以及其对美联储政策的潜在影响 主要股指间开盘是小幅上涨 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厚 今天科技股的表现是强劲的 微软涨了超过3个百分点 科技板块上涨1.9% 另外包括Nike Salesforce跟Intel 今天都上涨了约2%至3% 对于股指都有一定的拉抬跟支撑的效果 美联储理事Bowman终于表示 美联储需要继续提高利率 以使其达到更高的或够高的水平 从而让高通胀回落至目标利率 他在美国银行家的会议上表示 预计我们将继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因为必须将通膨率回落至2%的目标 为此我们需要让供需达到更好的平衡 他表示一旦利率达到足够严格水平 就需要将利率维持一段时间来恢复物价的稳定 宝曼补充表示 非常强劲的劳动市场再加上温和的通膨 这意味着所谓的经济软着陆是有可能产生的 此外财报季在本周虽然进入尾声 本周还是有相当多的大公司会公布财报 包括可口可乐 万豪国际 斯科 马拉松石油 还有派拉蒙电影公司都将公布他们的财报数字 而今天收盘时股指数收高的 到只上涨376点 最后收报在34245点 标普白指数涨46点 最后收报在4137点 那只上涨173点 收报在11891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在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特斯拉交易代码TSLA 收盘时股价跌1.14% 收报在美国194.64美元 特斯拉美国官网在上周六显示 公司将Model Y高性能版电动车的价格 上调500美元至58,490美元 而Model Y长续航版的价格是不变 仍然是54,990美元 这次的价格调涨是特斯拉在一周左右时间内 第二次的上调 Model Y的价格也是今年第四次的调涨 另外美国最大的退休基金 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 在去年第四季增持了67.5万股的特斯拉股票 如果按上周五的收盘价计算的话 大约是1.31亿美元 再来关系的是福特汽车交易代码F 接收盘时股价涨2.83% 收报在美股时3.09美元 福特宣布和宁德时代计划在密西根盖一座 35亿美元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 知情人士表示 工厂将位于底特律以稀大约100英里 预估可以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 而协议最早会在下周一宣布 不过宁德时代并没有对外回应这样的消息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2月1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